你怎么想起请我吃饭啊 想你了吗 无功不收录啊 还有谁啊 等你到了就知道了 小强 是我拜托杨柳找你来的 我想跟你聊聊 我们俩没有什么好聊的 你发的朋友圈我都看到了 分手以后明明你也放不下 为什么我们要互相折磨呢 这就是爱情最初的模样吧 你已经出站了是吗 对啊你到哪了 我应该再转个弯就能看见了 你这次真的不会再走了吧 不会了 我们真的解除异地了 还是很好吃 但是 好像少了点什么 你尝尝 怎么样 嗯还不错 就是 没你甜 傻子 哎呀 太累了 不想卸妆了 我能不能就这么睡啊 当然不行 我不在你就这么对待自己啊 快起来我给你看好东西 以后就要自己买点鱼 再生好 她 坏了 我真的很想你 我们可以从心开始 我们回不去了 有些事情 是没办法原谅的 我今天下班 紧赶慢赶 终于买到 他们家新出的甜品 你快尝尝 放那儿吧 跟谁聊天呢 这么开心 你尊重一下别人隐私好吗 今天谢谢你了 我知道有家特别好吃的甜点 改天请你 你不是刚给我买过这个吗 怎么又买 送同事的 之前她帮过我吗 就不能送点别的吗 不是说好这个只给我买吗 你别一声一轨的 哪那么多事啊 干嘛非拉我出来逛街呀 都多久没一起出来了 你今天好不容易休息 行我马上闹 我同事小周生病了 我去看看 她生病了找朋友啊 找同事算怎么回事 她在这边没什么朋友 行了你先回去吧 所以你就可以为了她 丢下我是吗 我跟她真的只是同事 不行你看聊天记录 真的没什么是你误会了 可你早就做过选择了不是 而且你别误会 我怀念的不是你 是曾经爱我的你 以后别再打扰我了 我们永远无法和解 你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人 我怀念我的 跟你 没有关系 宝宝 你有看见我的游戏盒吗 你不帮我写婚礼请柬 找什么游戏盒啊 我们结婚民歌肯定会提前来的 我得好好跟他们打量吧 我给你帮你帮我 好 这个你是不是之前提过呀啊 不是说好我跟你买吗 等你想起来都明年了 好了好了 以后给我买别的吧 这次原谅你了 只可惜 后来怪我没有好好珍惜他 喜欢有什么用 那小乔家里情况又不好 你难道我被拖了一辈子 妈别这么说 一唯一娶她是娶她一个人吗 那是娶了她一家 我知道我会好好考虑的 所以 你要和我分手吗 我 我知道 从那以后 我对她的思念其实从未停歇 哪怕是看到一种食物 就在说是成为了我回来啊 嗯 哦 好好 听到一种声音 怎么丢散落似的 甚至只是一瞬的恍神 不好意思啊 脸前都会出现她的声音 也许我该好好告告别 你不能放一会儿 我出去一下 哎 喂 你哪位 老公 谁啊 不知道 喂 我做错了一件事 错过了一个人 虽然我真正感到遗憾的是 错过了那一段 可能会与你白头洗脑的一生 喂 小小子怎么还没回来 快到小区了 有点事情耽搁了 心不跟你说了 分手以后这么久没见 你没怎么变呀 还是什么都自己扛 看来现实也不怎么样嘛 只是从没有被好好爱过 所以总觉得不能麻烦别人 喂 天一 你能来接我一下吗 我脚扭了 这么严重吗 完全不能沾地 也不是 那你就自己打扇回去呗 我还有事 曾经的这些 让我下意识觉得 没有什么人可以被自己所依赖 小周的男朋友送她的连衣裙 好漂亮啊 等咱们周年的时候 你也送我这个吧 小周身材多好啊 再看看你 穿得出来吗 那些不被重视的瞬间 甚至让我觉得 自己配不上别人的好 这个月房租该交了 你什么时候转你那份 你不是说 给我一点找工作的过渡期吗 我不是给过你一周了吗 这周晚餐都是我付的 现在连房租也要我来嘛 你赶紧找朋友借借吧 更让我明白 不要有过高的期望 就不会有太大的失望 毕竟在这个虚情假意的年代 又有谁会带着真心而来 行了 你就是把手机看出花来 它也不会来的 赶紧赔钱吧 小周 你没事吧 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听出你语气不对啊 没事 上下的交给我处理 可我忘了 他是不一样的 那 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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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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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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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